你绝对想不到 章鱼是除人类之外的一种超智慧生物 事情是这样的 NASA工程师买了一条宠物章鱼 把它放进了装满海水的水缸里 结果却发现章鱼非常聪明 它的好奇心非常旺盛 不管你往水缸里放什么东西 它都会马上游过去和这个物品进行互动 能接住任何扔进水缸的东西 而这些对于章鱼来说都是小儿科 它还能根据周围环境改变自身颜色 可以模仿大型猎食者的外观 会经常在夜间溜出水缸 探索周围环境 这让NASA工程师怀疑 章鱼可能拥有超出人类想象的智慧 于是他决定给章鱼设计一套 九个关卡组成的赛道 就和之前给松鼠设计的闯关游戏一样 在经过头脑风暴 CAD 建模 3D打印和激光切割后 做出了这个超复杂的迷宫 首先来看通关奖励 这里有个黄金保险箱 如果章鱼能想办法打开这个保险箱的大门 就能尽情享用他最爱的食物虾 再来看看赛道的详细流程 第一关上下翻飞 先钻进这些石头里 从障碍的下方穿过 然后再穿过这些浮在水中的小球 从障碍的上方穿过 成功过关后 穿过绿色的圆形洞口 穿过后面前会有一个四扇叶片组成的旋转门 顺利通过旋转门后 会被一堵墙挡住去路 如果章鱼发现墙能推开 就可以继续前进 从这里开始难度增加 章鱼必须通过观察才能通关 这里要抓住操纵管 再沿着凹槽转动才能让上面的小球掉落 之后才能穿过管道到达下一关 下一关被一扇门挡住 章鱼必须按下墙上的按钮 推开后面的玻璃球 小球拉动绳子 下一关的大门才会打开 通过这一关后 就来到了闯关的核心 章鱼月龙门 如果章鱼想通过这关的话 就必须拿出在陆地上生存的本领 要知道章鱼能在陆地上生存一个小时 他必须爬出水面 爬到另一边后再次入水 接下来这关 章鱼可以补充体力 在泉水员的背后放着一只虾 和之前的松鼠闯关一样 章鱼可以留在这里拍纪念照 章鱼的嘴长在所有触手的交汇处 想要吃到虾 章鱼自然而然会摆出炫酷的造型 补充完体力后 章鱼会到达倒数第二个关卡 这里有六个洞 大小不一 洞下面是复杂的迷宫 章鱼要在这里寻找捷径 通往到最后一关 拧开保险箱的大门 就能品尝到为他准备的自助海鲜盛宴 通过所有关卡的考验之后 章鱼就可以被放回大海 回到自己的家园 下面 闯关正式开始 打开求情法 瞎的气味顺着管道 传到了章鱼生活的水缸 闻到味道后的章鱼 立刻穿过管道 进入障碍后 章鱼先是探索边缘 很快就找到了入口位置 紧接着开始四处探索 其实章鱼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后 就会开始四处探索 用触手收集有用的信息 他轻松穿过了石子 感觉第一个关卡就是小儿科 因为章鱼平时就非常擅长挖掘泥沙 用自带的红吸管喷出水柱 水柱可以清理前方的泥沙 所以下面的漂浮球 对章鱼就更简单了 利用灵活的触手 非常轻松的就通过了 章鱼的触手 可以收集周围环境的信息 触手不光拥有嗅觉和味觉 优势还会独立思考 下一关是旋转门 本以为这里会给章鱼造成不小的困难 但没想到章鱼压根没让旋转门动一下 就轻松通过了这里 其实章鱼能轻松穿过任何狭小缝隙 只要他的嘴能过去 身体就能过去 因为章鱼浑身上下 只有嘴是最坚硬的部分 旋转门这里就是例子 章鱼先让嘴通过旋转门 然后身体就能轻松过去 他的所有器官都藏在躯干里 包括大脑 胃 腮 肾 墨囊 红吸管 还有三颗心脏 而且章鱼的血液是蓝色的 是因为富含铜元素 因此呢 在寒冷缺氧的环境中 高效生存 如果砍掉他的一条触手 还会长出一条新的 下一关是推积木 还是一样 章鱼先用他灵敏的触手 检查周围环境 没多久就发现 积木能推开 然后找到了下面的路 下面就需要动点脑子了 不能只靠触手去推 必须想办法 把面前这两颗球拿下来 很明显这里 人类低估了章鱼的智商 他先是对装置 开始了仔细检查 然后躺平 你会以为他放弃了 实际上他是在分析 他收集来的信息 然后优雅的伸出一条触手 拧开了上方的杆子 让小球掉了下来 之后才把这两颗 碍事的小球推开 继续前进 很多人会有疑问 章鱼刚刚真的是在处理信息吗 实际在地球上 最像外星生物的就是章鱼 为什么呢 来看这张简化版的生命之术 这张图告诉我们 各生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进化历程 比如说人类有七节颈椎 长颈鹿也同样拥有七节颈椎 除此之外 老鼠 大象 狮子 蚂蚁 以及蝙蝠 都有七节颈椎 这就能说明这些动物 都有同样的祖先 并且同属于哺乳动物 还有人类的手和蝙蝠 鸡 海龟 海豚 都有着类似的结构 仔细看这张图 我们认为的智慧生物都在右边 这些动物的特征 都是类似的 就像前面说的骨骼 而章鱼的智力 完全是独立进化而来的 和右半边的生物毫无联系 所以说章鱼像是另一个星球的生物 比如说他们的神经元数量 是猫的两倍 图表右边动物的神经元 都集中在大脑 而章鱼只有三分之一的神经元 集中在大脑 其他的则分布在触手上 也就是说章鱼的触手 不仅拥有味觉和嗅觉 甚至还可以独立思考 独立行动 你可以理解为章鱼 有八个独立的迷你大脑 这八个大脑 又由中央大脑集中控制 接下来的闯关就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在摸索了周围的环境后 章鱼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立刻按下红色按钮 成功打开了大门 接下来到了章鱼月龙门 同样也没难住章鱼 他还是用触手检查周围环境 把触手伸出了水面 发现外面是可以通过的 于是章鱼立刻爬出了水面 又从另一边回到了水下 接着来到补给关卡 顺便给章鱼来了几张艺术照 这里再了解一下章鱼的变色能力 章鱼的皮肤下覆盖着微小的色素细胞和夜囊 里面装满了黑色红色和黄色色素 夜囊可以随意改变大小 这样就能任意结合三种颜色 下面还有一层红彩细胞 可以反射特定波长的光线 红彩细胞下方还有一层 是用于反射环境光线的白色素细胞 除这些之外 它们还有一种叫乳秃的肌肉结构 改变皮肤的纹理 创造出隆起和肿块 这就是章鱼能改变形状和颜色的原因 而整个过程只需200毫秒 比人类眨眼的速度还要快 是动物界真正的伪装大师 现在章鱼来到了迷宫前 他只需要选择一条捷径 就能彻底通关 前面介绍过 章鱼有着超复杂的信息收集系统 他和人类的想法不一样 凭着自己的天赋 快速地把迷宫环境检查了一遍 然后发现了一个能通过的缝隙 直接绕过了迷宫 到达了终点 了解了章鱼的洞察能力后 你就能应该想到 这个保险柜对章鱼来说并不难 摸了几下之后 直接拆开了大门 开始了饱餐模式 其实动物界是非常神奇的 我们以为人类是拥有超高智慧的生物 但其实很多动物的天赋 超出人类的想象 这些对于人类不起眼的小生物 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技能 而这些技能让人类望尘莫及 所以大自然才是动物最好的归宿 工程师履行了诺言 将这只聪明的小章鱼放归了大海 虽然章鱼只有大约一年半的生命周期 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 母章鱼会开始产卵 然后一直保护着孩子们 直到他停止进食 最后独自离开这个世界